马上要过年了嘛 最近很多鱼友会问我 要回老家过年或者是不在家里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家里的鱼怎么办 我在这里总结了一下 可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要检查家里的电气 鱼缸灯 水泵 加热泵 以及过滤系统 切愿这些水族器材没有安全隐患 然后一定要准备一台胶直流的氧气泵 因为我们不在家的过程中可能会停电 那么胶直流的氧气泵可以提供足够的氧气 防止鱼儿在停电的过程中缺氧导致死亡 第二点就是保持鱼缸中的水质 因为过年家中无人不能换水 所以应该在临走之前做好如下工作 提前一天清洗绿材 然后第二天也就是临走的那天换水三分之一 像我们养金鱼 钢中有绿苔的朋友一定要刮掉绿苔 因为我们不在家中 鱼儿会啃食绿苔当食物 会拉粪便 把绿棉给堵塞掉 长时间不清洗被堵塞的绿棉 可能会水漫金山 风险很大 第三点就是鱼的喂食该怎么办 有的鱼友会说 走的前一天多喂一点 避免鱼饿坏了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一次过多的喂食会导致水质崩溃 也会引起鱼儿肠胃的不适 其实在鱼缸中鱼的消耗并不大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鱼缸的水质能够保证 一两个月不喂都没有问题 所以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我们刮掉绿苔 然后换好水 我们就可以让鱼静养了 甚至在我们走的前几天就应该每天递减的减掉鱼食 让鱼慢慢适应没有食物 第四点就是鱼缸的光照该怎么办 如果有条件的鱼友可以准备一个定时器 按照原来的开关灯时间设置好 这样鱼每天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如果没有定时器 千万不要一直把鱼缸灯开着 几天不关灯的后果 鱼缸里面的枣会继续生长 那我们没有定时器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如果房间采光挺好的情况下 可以把窗帘拉开 靠正常的光线来维持鱼缸的照明 那么以上几点如果做到了 我们出去玩个十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 现在来讲一讲我们过完年回到家 该怎么样继续处理鱼缸的问题 还是从水质开始 首先我们还是换三分之一的水 我们很长时间已经没有在家了 看一看水温有没有温差 尽量把温差控制在三度以内 那么第二点就是鱼的喂食 我们回到家鱼儿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是非常饥饿的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投喂 因为这个时候鱼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饥饿的状态 不适合一下子吃很多东西 应该循序渐进 一点点的去增加鱼的食物量 通过三到五天把食量正常的增加到以前的水平 这样鱼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不至于对肠胃造成很大的负担 第三点还是光照 每天开灯的时间从四个小时逐渐增加 到以前的开灯时间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过年回家 该怎么样去应对鱼缸的问题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